哈囉啊 各位 大家好啊 啊 我本來以為這樣子 好好地睡 休息兩天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最近在做我的Podcast 那我的Podcast的名稱叫 你的英文老司機解析 然後因為再來每天都有在做粉絲 團跟IG 我IG的觸及率真的超棒耶 然後每天都有規律大概就 五點就會起來開始做事 然後就想說要調一下自己的生活的規律這樣子 然後這幾天因為突然又變冷嘛 然後我昨天早上又吃了一個飯糰 結果整個就是 天啊 胃脹氣 就搞得我整個就是 去買胃藥啊 然後幹嘛的 然後我本來以為就是 喔 那這樣休息兩天 那今天來練個硬局 欸 搞不好說不定一百一九可以喔 結果我只能說我今天練得非常沮喪 也不知道說是因為生活突然調過來 然後身體沒跟上還是怎樣 但是 我本來很想 很不想把今天這個片PO上來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要PO 那大家不懂嘛 PO就是 欸 弄得很好或是幹嘛 可是 後來我發現 亮一點不真實啊 其實 我看了很多的資料 看了很多人的心得 他們就在說其實 真實才是一切啊 其實 要不要寫稿還是 即興發揮 其實說真的 我個人還是覺得最真實的越好 所以呢 剛剛也看到我這樣 舉一舉大概 舉到一百五以後我想說 大家算了 不要再讓自己直接舉一百七了 一百八試試看 但這個時候我覺得 我怕我素質超大 整個球一種 我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 舉到一百九的時候就是 也沒有起來 然後 弩折 當然是沒有昏倒啦 只是你會感受到一種很奇怪的舒爽感這樣 那那個時候你就是要讓自己的呼吸更加的夠 但是其實 還是就是 不要做太超過自己 負荷的 重量啦 那今天那個消防員有傳給我就是 一個好像六十六歲 還蠻厲害的一個大叔 然後他是說他只做建立三項 他也不會做單關節的 部分 然後他覺得 可能一般人覺得那不是一個好課表 但是他覺得那是最順他的課本 當然 我是覺得 如果照他一個禮拜五天都做臥推 然後每次的強度都大概75% 或是多少 那我也是覺得說 他的恢復力真的很棒 不知道是不是有吃一些什麼 厲害的中藥還是怎樣 但是我只能說我不會適合那種狀況啦 因為一方面是我還是希望要 多角度的去練到不同的部位 然後其實 就是 也要找一個 夠好的場地 然後去做功能性的東西 其實 爆發力啊 敏捷度啊 那些其實還很重要 所以我應該要真的好好的 考慮一下 這樣 那 後來就做個 羅馬尼亞硬舉 你看 你看 我現在整個就是 像一隻 鬥敗的鬥魚一樣 躲到角落去 那 怎麼恢復也就只能就是 因為啊 當然做起是一定先啦 但是我覺得要不要先讓自己給自己 一些比較低強度的回復 其實每個人都遇到這種低潮啦 那 我們就 大家一起 這樣互相的 陪伴 然後希望大家都可以有 真正好的成績 那我們就 一樣 好加油吧 OK 那今天先到這邊 掰掰